哈喽快手的宝宝们 小妹教你们怎么吃柿子 这个柿子是软了的 切开 然后这个皮是可以撕掉的 看薄的一层皮 特别甜 让果肉特别多 喜欢的话 给小妹点个关注点爱心 来小妹家园子吧 看一下 超级甜 过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水果 这个叫人参果 是一种很高档的一种水果 这种水果呢 在坦地的价格其实并不高 如果说被哪个坏人收走 在我们那边一两块钱收走 到你们那边 至少可能都要卖到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那也太坑了吧 让你们城里人吃不起 我们农村人卖不出去 天天天天吃 我们都吃腻了 看 这种树上树的人参果 清甜可口 吃起来特别的佛性 哇 不好吃了 尝一下 特别特别的清甜 如果你也想吃到这种树上树的人参果 送我一个小爱心 加关注 咱们直播间的十几块钱 就给你们发麻烦一大箱了 而且还给你包有多家 我在的高山啊 有两千八百多米 这个就是我们的高山冰糖心苹果 很多人啊 拿它来跟花牛苹果比较 他们两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花牛苹果是能变面的 而我们的糖心苹果永远都是脆甜的 来朋友们都说呀 一日三克早 青春永不老 看 弟弟家的大脑都成熟了啊 如果说你们也想吃的话 给我点个小红心啊 每一个都是脆甜可口的 嗯 来我这包饮 下面小黄吃就有 来来来朋友们 给你们摘一个我们大山里面种的水果啊 这个啊是吃饭熟的人生果 来给大家摘一下来 打开看一下啊 哇皮非常的薄啊 果肉金黄 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人生果你们喜欢吃吗 嗯 太甜太水润了 给大家吃一个红心巴勒啊 哇 吃得甜甜的 哇 如果你也喜欢吃的话 送我小爱心 来我这部见 哈喽 老铁们 等一年了吧 咱们家的水果萝卜已经成熟了 但是口感呢 还欠佳 需要等双酱以后啊 咱家萝卜口感才非常好 现在呢 我给大家尝一下 咱们家萝卜口感到底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 这全是沙土地种植的 啊 咱们天津的特产 特产 口感呢 很甜很脆 如果你们也喜欢吃这种 又甜又脆的水果萝卜 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关注 感谢 朋友们 来来来来来 来 过来一下 你们期待了一年的水果萝卜 今天它 终于成熟了 来 我给大家打开一个看一下 哎呀 来 我尝一口啊 嗯 特别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 帮我点个红韵 加个关注 朋友们 看一下 咱这里啊 新鲜的迷猴桃熟了 我给你们弄一个树上熟的 让你们尝一下 来 看看 这是绿仙的 嗯 太好吃了 又香又甜 你喜不喜欢吃这么新鲜的迷猴桃啊 这个吃咱们的水莲果 嗯 又吃又甜 特别好吃的 如果你喜欢呀 小黄吃就有 哥姐姐 来来来 就这样的水莲果 每年都被新坏人地下搜索 转手啊 再卖给你们 价格都发好几块 太气人了 今天啊 我决定 自己办 点个安心 老虎直播间 十度快给你们发一下 海报哟 朋友们 不得不说 我们的农民实在是太伟大了 既然把西瓜种在了树上 而且还长得这么好 来尝一下 嗯 咬一口真的是特别的甜 特别特别的甜啊 如果你们喜欢吃帮忙点个小小鲜 我就把它挂在下方小鲜吃 朋友们咱们家的柿子已经成熟了 来咱摘一个啊 来来来 来切一个 今天 昨天下雨了 我还在水啊 你说卖我拿特别的 就是一个人 不想做那些坏人 这么好的特别 小鲜家的老人说下雨天那是又脆又甜的 嗯 真的有脆啊 真的有脆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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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